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代表团团成员都必须去轮班 然后到那个去顾摊 就是顾我们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 眼前这两边这些所有的展板 介绍台湾的一些各项的环境遗体 所以我们就在摊会上会去讲解 然后呢或者是跟当地的人去交换这些衣服 那当然我们在官方会场 或在人民会场也是 如果有碰到其他的NGO 或者是一些 喜欢台湾的我们的代表团团 我们就跟他交换 所以是一个个这样交换来的 也就大家现在看到眼前我们 座位上的这些那么多五彩一分的清水 然后代表各个不同国家 或者是不同英雄的议题的一些 议题清水这样子 那再来呢就是可能 我这次在这个 这次在他会议的时候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在这边参加了两次游行 那就是这边的民间团结的游行 也让我看到就是 南美他们游行文化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那这个是呢 这个本来是巴西他们当地的游行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 其实是有很多的创意 甚至是很多 类似像行动剧街头艺术一样 就在他们的这个议会自己前面 例如说要把自己绑在这个 一位前面的灯柱上 然后甚至 为了讲 就是看言论自由 顺便在嘴上贴地交代之类的 那其实我们这次在人民峰会里面 他总共有两个游行 两次游行 他在现场号召游行的时候 其实就有很多人 你认同这个理念的话就来参与 那这场游行呢 大家可以看到他拿着这个 一张照片 他手上这个是一位女士拿着一个锯子 那这就是现在的巴西总统 巴西总统 因为他想要开发雨林 所以呢其实 他们就讽刺他就是拿着锯子 是一个拿着锯子的 要去开发雨林的一个 一个对魁祸首 然后呢他们就从人民峰会的门口 然后开始进里约市区来进行游行 那这个游行呢 其实他后面应该他主要推手还是WWF 所以有他们的工作人员在做像指挥 然后或者是像旁边的纠缠 那这个游行我自己参加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很兴奋 因为我在台湾我们的游行都是比较自视的 然后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在南美游行的时候 他们其实把游行搞得真的很像架面花卉 就是非常有当地特色 那我们参加游行的时候呢 其实他并没有宣传车 但是呢大家还是很整齐 就是论中有序 然后他们的纠察就是用大声工 或者是用这个扫子啊 或者是这样就可以来指挥大家 那他们其实也发给每个游行民众扫子 也发给他们手举牌标语 但是这些来参加的人呢 其实都很积极 因为他们还会自身去装扮成 符合这次游行主题的一些造型 这样子 那这是我们游行到这个 李越市区的一支公务机关 那他们就停下来 就对着这个公务机关呐喊 那其实呢 他们有很多那种瘫痪交通的方法 然后再把 又有的在法律的边缘 我觉得他们创业的意思哦 为什么 因为我从来 走了那么多次游行 我从来没有走过一次游行 还叫我们倒退走 就是我们走一走呢 那个指挥就说 好各位我们现在开始倒退 我说为什么要倒退走 然后他知道 其实他是要拖延 他们在交代路上的时间 因为他已经申请路权了嘛 那他们当然在路上是拖越久的 他是 是他可以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其他他们就说 既然在同一条路上 我们现在就往后走 这样子 好 大家就真的是倒退走 然后就觉得很怕踩到人家的脚 这样子哦 好 那其实这边参加的很多都是年轻人 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很多年轻干部 或者是巴西的本地人 一起来参加这个游行 这样子 那其实呢 然后主办单位就把这个保语林 然后做成一个贴纸 还有手举牌 然后呢其实在走在路上的时候 其实就会很多人就把他贴在路旁边 好 不管是广告看板啊 还是柱子上 好 吸引市民的注意这样子 那其实呢 后来的确吸引市民的注意 因为我们走在这个里面 最热闹的这个 新荣街这个大楼下面 那就是很多大楼的推开窗户 上班族推开窗户 往下看 那他们支持游行的也很有意思 他们从楼上丢很多像那个 开party的时候那种材质 丢下来 丢下来 然后呢下面就很开心 这样 真的像一个嘉年华那样子 那这个呢 就是他们后来只要经过所有的红绿灯 他们就 只会就马上叫大家坐下来 好 趟换交通 但是趟换交通其实也没有 因为后来到绿灯之后 大家站起来就出去走 那其实就是 就是延长在路上的时间 然后设计很多就是跟 旁边的人 开始自己游行群众本身的互动 这样子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 很有创造力很活泼的一个游行 那其实也跟我们想象不一样 就是以前我们都会觉得 好像在指挥车上 很多人要不停的演讲 或者要带口号 那其实他们并不是用这一套 他们其实很多口号 是里面的群众自己讲的 就可能他们有些人的声音比较大 他就开始 他们的口号都有音乐性的 然后他就开始讲起来 然后他们就会开始 好像好像念饶舌歌一样 或者就开始念那个口号 那就让人家觉得说 其实这个好像不是一个 非常一条鞭式的一个游行 而是下面的群众 每一个人都可以 你都可以想一些创意 然后来带这个游行 那他们也会有用 例如说 用那种充气的海滩球 然后从前面滚到后面 后面滚到前面 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 就觉得 我在游行里面有事情做 这样子 那他们也会把手上的传单 DM或者是手机 来发给户旁的市民 那其实呢 这个游行最后最有意思的就是 后来我们走到一个定点的时候呢 就是在里约最著名的一个观光景 定点的时候呢 他们就开始选择要取机梯躺下 机梯躺在马路上这样子 那这也是经过一个天桥 然后他们就有一批接应的人 在天桥上面 然后去焚烧 我因为太远 我看不到他焚烧什么 应该一个象征物这样子 那这就是我说他到了这个里约最著名的地标 就是他们的各剧院前面 那在这边现场所有的群众就躺在马路上 然后拍合照 所以这其实是属于一场比较年轻的游行 你可以看到所谓保育雨林这样子的议题 在当地还是在英俊这边是有很多年轻人的餐饮 那他们也是就是会有很多像我们刚刚讲的这种类似这样的装扮 这也是其中一个装扮 我们看到这个装扮会吓一跳 他就是有三个那个女士故意扮成就是灵堂送葬的 就是说在台湾到很触眉头 他们就觉得他们就是觉得为那个雨林自哀这样子 这装的真的很像真的 那时候到我一校就一直一路这样做这个家属的模样过去 这样子 有很多的创意 然后呢 其实呢 他们到最后我觉得更有意思的就是 后来其实在游行的最后 就是很多的他们就发给每个人的时候 其实都有一片叶子 他们就有不同 像这个就是他们就有这个拿了很大的棕笔叶 发给每个人一片 所以后来到游行的最后的时候 每个人是拿着叶子在游行 就是你比如说保育雨林有个异象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属于大概一两千人的游行 然后只是这个人民峰会其中的一项活动而已 什么游行 其实在人民峰会里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 像刚刚我们讲说有在沙灘上排置的 那也有这种带大家到市区里面 对热闹商业闹区游一圈回来的 那也有在人民峰会里面的小游行 有各式各样的行动 那其实呢我们这次参加的时候 其实我们大家是有代表团队的人 我们都一直期待最后有一场大游行 因为听说照惯例人民峰会在结束那一天 都会有一场非常大的游行 所以我们就等着很想参加这个游行 只是一开始参加游行的时候不太顺利 为什么不太顺利 因为我们那时候搞不太清楚出发的地点 所以刚开始大家都以为我们没有跟上 结果后来呢游行的队伍实在太长了 因为什么呢 他们总共这次大概三万人以上在游行 五万人在游行 所以其实我们后来虽然迷路了 不小心又撞到他们 在市区里面看到那么大的人 所以我们后来还是有参加到游行 这样子 那这场游行呢 就是人民峰会结束的时候呢 号召所有的人一起来为这次 对Rio20的这次大会提出NGO的看法 那所以在这个游行里面呢 是所有的团体都有 包含人民会参加所有的团体 也不只是环保团体 甚至包含各式各样的 这个工府上 从左到右 甚至农民团体 就是巴西本地的团体 甚至是工会 我们比较惊讶 是有非常多的工会 巴西的工会 也来参加这个 就是的确是红绿联合 这样子 所以我们自己看这个游行的时候 我们下来一下 因为我跟瑞翔那拍的时候 我们都说怎么没有结 看不到这个游行的文巴 说一怎么会怎么那么长那么长 到后面他们 后来才知道真的有这么多人上街 这样子 那所以其实瑞翔那这个会 他感觉不是只是外国人来这个 里约当地参加这个会 也其实对于里约本地 邦西本地的社会运动 他们其实对这个是响应的 我觉得是非常热情的 他们也一起站出来 而不是说这只是一群外国人 来这个里约街头闹色 也不知道 因为外国人来没有那么多人 然后自己本地出的非常多 那像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个坦克 食物坦克 就是他们也是其中一个粮食议题的 后来这食物坦克是有在官方 官方的那个各国的会场当中 去展示 这样子 那其实这些来游行呢 有的就是在人民同会里面 有摊位有交流有开会的团定 那有些可能是像我们要来参加的团定 可能我用手动它会比较快 那有很多他们就是有针对肉汁 特别提出的一些诉求 不过对不起是葡萄牙文 可是我也看不懂 好那在这里没有完全体会到 那个语言不通 语言不通 所以我们他们喊的口号 其实我们也听不太懂 这个标准上写的诉求 其实也不太懂 但是没有关系 那它就是部分国界站在一起 这样子 那这是日本的日本来的传统 那日本这次来不少团体 就是专门想要把他们辅导和栽的经验 那他们在游行当中呢 准备了一幅非常非常大的巴西国旗 那这个游行的这个创意 我们真的在台湾很少见到 这非常大的巴西国旗 就很常在这个巴西的街头 然后呢他们就有两个小朋友 还有一个女孩子在上面跳舞 做这样的一个行动艺术 那很像这是绝色和平的队伍 那这次几个大的组织都有 不但有来 也不但在人民公会里面有摊位 甚至他们也在当地发起非常非常多的街头行动 那这个穿红色就是巴西很有名的那个 我不知道那穿红色怎么可能我aaa 那这样我有忘了 好我那个 MST 无地农民 无地农民 voters 对这没有没有 他们这个地方队伍也非常非常的 那这个就是巴西版国团体的队伍 所以瑞翔留下我们还要参加游戏的成绩照片 非常感谢他们 现场也有跟他们交换一T恤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里面NGO的活力 还是在官方大会之外是非常蓬勃的 像这张照片我特别想给大家看 为什么有意思 因为这就是在官方的RioCanti的联合国大会结束之后 因为很多参与的人都对这个结论不满意 那不满意呢 当然事后一定都会发新闻声明 记者会来批评 可是在现场怎么表示呢 然后在现场他们其实就准备了一个区域 很久准备了区域 然后让所有的委会者对于大会不满意 把这个不满意的意见写下来 然后他就挂在会场上 所以这次在这个RioCanti大会里面 很多人在会议最后这一天 写下到非常多不满的意见 非常非常多张 就挂在这个会场现场这样子 很多人就这样现场留言 那就开放一个 Angelo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区域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对他们的一些小小的观察 我先帮大家谢谢 好 谢谢世昕 接下来我要邀请那个 要赶快赶飞机回台东去的刘九姬老